第五十屆超級杯將會在2016年2月7日在Sanacara全新的Levice球場舉行 預計將會為整個灣區帶來上億元計的經濟收益 今日灣區超級杯主辦委員會公佈了五十屆超級杯地區商標揭幕 而上面印有三藩市灣區字樣,主圖則是金門橋 記者會上亦宣佈將成立全城基金將超級杯收益的百分之二十五 捐贈給灣區的非牟利機構幫助弱勢社群 以及實施計劃幫助本地的小商業參與盛事 三藩市市長李孟賢表示 第五十屆超級杯將畢竟是最創新的賽事 更加會是最推動公益的賽事 以至去年五月贏得超級杯投票之後 多個企業包括Google、阿虎、蘋果等科技巨頭 都同意成為合作夥伴,至今已經籌得四千萬元的贊助 雖然三藩市,Levice有40英里 委員會正籌備兩時間的交通運輸安排 李孟賢表示 屆時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將會逼滿三藩市的旅店 而三藩市超級杯的活動中心地帶 將會集中在馬斯恐尼中心 更加會延伸至杜倫大樓及海旁大道等地 星道記者,姚仙騰,默祥宏報道